哈哈哈哈 谭云 好样的 谭台玄正高兴大笑 唐新颖沈素斌 以及丹麦和耀元弟子 激动之情皆异于言表 这可意味着谭云 不仅连续强达正确二十道考核题 为皇府圣宗 赢得了宝贵的两百分 更加重要的是 神魂仙宫要扣除四百四十分 赠予皇府圣宗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会这样 诸葛与面色发青 气愤不移地坐到了席位之上 闻宁尊者见谭云迟迟没开口 便捧着手中十八滴血泽药液追问 谭云 你还会回答毛小的问题呢 谭云眉头一皱 这位前辈 您都不知道 晚辈只是皇府圣宗内门 一个杂役弟子 又怎么会知道呢 况且 就算晚辈知晓他的用途 晚辈又凭什么告诉您呢 闻言 闻宁尊者鼻子都气歪了 恶狠狠瞪了谭云一眼 便凭空回到了上席中落座 好了 第一场第二局继续进行 此次由本宗主出提二十道 三位若准备好 该下来考核了 汝燕无极起身 来到谭云三人面前 谭云三人并将而立 一口同声点头映射 汝燕无极望向谭云 眼神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恶毒之色 这小杂种 便是灵药的造诣 远在渡灵阴水灵之上 看来本宗主也得拿出些罕见灵药 让这小杂种别想得分 汝燕无极心中打定如意 随即乾坤界一闪 一株脆色生有酒叶的灵药 自右手凭空出现 汝燕无极可真够阴险 世间至少有数十种灵药 与他手中的灵药外观颇为相似 他这是打定主意 针对老子 谭云暗自讥笑 神色从容不迫 一千六百年份灵药 复生仙草 正在私存的渡灵和阴水灵 听闻谭云又强大出来 两人浑身请出了汗水 在接下来斩查功夫里 汝燕无极先后又拿出十九株 一千年份以上 甚至还有三株两千年份的灵药 这十九株灵药 彻底难住了渡灵和阴水灵 但谭云却依旧对答如流 完全正确 谭台玄仲 唐心盈和慎宿兵激动极了 钟吴师遥望向谭云 眉眸中尽是爱慕和崇拜 公孙若曦偷偷瞄着谭云 一双眸子里 亦是流露出阳目之色 这时 谭台玄仲来到谭云三人身前 谭云 还有最后十道题 你要再接再厉 弟子自命 谭云鞠躬 在接下来的片刻 谭台玄仲只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十株六至九阶灵药 供谭云三人考核抢达 结果毫无悬念 无论渡灵和阴水灵 如何全神贯注 盯着谭台玄仲的右掌 但灵药只要出现 谭云仍旧强达成功 速度之快 仿佛谭云不需要思考 看到灵药就能立刻准确说出品阶和名称 谭台玄仲由中发孝 如母春风 现在本宗主宣布 单数第一场第二局得分情况 渡灵抢达五题全队得五十分 永恒仙宗加上单数第一场第一局得分九百三十分 共计九百八十分 阴水灵抢达五题全队得分五十分 神魂仙宫加上单数第一场第一局得分九百六十分 共计一千零一十分 由于诸葛公主与谭云制度落败 故而 扣除四百四十分 归于皇府圣宗 谭云抢达五十题全队得五百分 皇府圣宗加上单数第一场第一局得分两百五十分 以及四百四十分 共计一千一百九十分 暂时排名第一 永恒仙宗九百八十分 区区第二 神魂仙宫五百七十分 倒数第一 澹台玄政笑着落座 澹台宗主很好笑吗 岁数大比才刚刚开始 后面有你哭的时候 接下来进行单数第一场最后一局大比 三大古老宗门各派一名弟子 进行闭言便单抢达 对一题十分 错一题扣五十分 我功仍由殷水灵出战 我皇府圣宗 则杜宏出战 闻听沈素兵之言 谭云不动声色回到了杂乙弟子队伍里 罗凡等人则纷纷朝谭云竖起了大拇指 谭兄弟 你振扭 为兄佩服 宋宏拍了拍谭云的肩膀 旋即走到高台中央 与杜林阴水灵并肩而立 诸葛公主请吧 如烟无极抱拳 单数第一场第三局 先由诸葛宇 拿出三十种圣阶炼丹师能炼制出的极品灵丹 让三人通过药味辨别适合丹药 抢答过程中 谁敢睁开眼睛或是用灵石窥探 便会当场格杀之 每题期限三席 三席内无人抢答 视为放弃 杜林阴水灵和上双眼 二人同为高阶大丹师 自负此次皆可变出适合丹药 两人满足了价 要一血前耻 为宗争光 宋红只是低阶大丹师 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三位 现在竞赛正式开始 诸葛宇幻音刚落 右臂一挥 三道纤细的红色光束 同一时间射过虚空 悬浮于三人鼻尖之下 因水灵抢答 几笔灵丹 血远丹 回答正确 神魂先攻加十分 诸葛宇面前笑容 旋即收回三颗血缘丹后 三颗同样紫红色的丹药 出现在三人鼻尖下方 几笔灵丹 归远丹 抢答正确 神魂先攻再加十分 诸葛宇笑容满面 宋红身子不由发抖 面对宗主的期待 数百长老的关注 他感觉到深深的绝望 因为他还在从药味 分析室和丹药时 对手已经准确地 给出了丹药名称 在巨大的压力下 他受到的打击 可谓是成倍递增 看着宋红汗流加倍的模样 坦坦玄奘颂 颇为无奈的叹息 宋红 莫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近万年来 我从这局都是落败 你谨力即可 弟子无能 宋红紧闭的双眸里 滴出了一行泪水 沈素兵正于安慰宋红时 谭云从队伍中踏出一步 诸葛公主且慢 你又要做事 面对诸葛宇的不悦 谭云置若罔闻 只面朝席位上的 谭台玄重和沈素兵攻下身 弟子想替换宋兄一战 请宗主首席恩准 见谭云毛遂自荐 大牛等要员弟子 忍不住出声 什么情况 谭世兄可是从未练过丹呀 难道他比宋师兄还厉害 宋师兄可是低级大丹师啊 是啊是啊 大牛 谭世兄是不是疯了 皇府圣宗丹麦弟子 则是神色迷茫 诸位 谭世兄可是丹麦出了名的 不懂丹术 他现在要应战两位天才 这是不是太疯狂了些 是啊 谭世兄要是会点丹 那他怎么可能一直还是杂一弟子 想不通啊 想不通 二胖环绕丹麦弟子的声音 谭台玄重眉头一皱 看向沈素兵 怎么回事 谭云懂丹术 宗主 属下不知啊 他入宗两年多 从未练过丹 沈素兵应声之后 额眉紧错 望着谭云背驰轻奇 谭云 昨日傍晚时分 你还和宗主说 你对练丹不感兴趣 而你入内门以来 也从未涉及到丹术 不懂丹术之人 的确可以辨识灵药 但不可能以胃辨识丹药 你现在要替换宋红 难道你的意思是 你会练丹 懂得丹术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定格在了谭云身上 谭云扯了扯鼻子 弓身应当 回兵首席 弟子昨日的确说过 对丹术不感兴趣 但是并没有说过 弟子不懂丹术 弟子的确会练丹 什么 你会练丹 神速兵猛地起身 一连不可思议 大牛更是瞪到了双眼 啊 什么情况 谭世兄 真会练丹呢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众要员弟子 亦是纷纷面露不解之嗖 罗凡 宋红等丹麦五十名弟子 已经难攻如雪 亦是神色震惊地望着谭云 谭云朝沈足兵攻身不齐 回兵首席 弟子对丹术略知一二 你丹术造诣到了什么程度 中阶练丹师 还是高阶 弟子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对付永恒先宗和神魂先宫的两大天才 应该是绰绰犹豫了 好 本首席期待你的表现 切记 不可让松鼠失望 神宿兵喜行欲色 这时 他忽然想起师父之前有言 皇府圣宗之行 自己门下弟子 最终会夺得单数大笔魁首的言语 这一刻 他几乎认定 师父所指的人 应该就是谭云无疑了 弟子遵命 谭云说吧 便朝高台中央走去 谭台玄重 更是对谭云充满期待 钟吴师瑶心头怒撞 我就知道 他是最厉害的 公孙若希望着谭云的背影 眉眸中透露出极度的震惊之色 他知道谭云的气数造诣在自己之上 但他未曾想到 谭云连练丹都多 且从谭云丝毫不将 渡灵和阴水灵 放在眼中的话语 他断定谭云的单数造诣 恐怕已经超越了圣阶炼丹师 达到低阶 甚至是中阶大丹师的水准 否则 谭云断然不会将低阶大丹师的宋红 换下来不是吗 宋红看着来到身旁的谭云 真诚一笑 谭兄弟 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虽然大笔还未开始 但是为兄相信 你一定可以的 宋兄过奖了 我尽力便是 谭云嘴角微微上扬 站到了宋红的位置上 接着便合上双眼 再次与杜灵阴水灵二人 并排而立 谭云的狂妄言语 也使得他成为了现场焦点 所有人的目光 都定格在谭云杜灵和阴水灵的身上 现在人换好了 现在单数大笔 继续开始 诸葛鱼冷饰一眼谭云 旋即三颗红色弹药 便自谭云三人鼻尖前方凭空出现 极品灵丹 试魂独丹 谭云一出口 身旁二人当即身形一颤 因为他们知道 谭云又说对了 而二人是在谭云抢答结束之后 才判断出来 谭云抢答正确 皇府圣宗隔十分 诸葛鱼面色阴晴不定 眼中更透露着难以置信之色 因为谭云的速度 确实是太快 快到自己刚拿出丹药 悬浮于其鼻尖下方 他立刻就说出了正确答案 罗凡宋宏剑装 面带苦笑之色 目光却是崇拜至极 其他丹麦弟子和药元弟子 都有种朝谭云顶礼摩拜的错觉感触 若非这是大笔之中 他们可真想放声呐喊 沈素兵唐心盈郊区频频发展 美眸之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亢奋之色 澹台玄重亦是如此 阴水灵可是高阶大丹师 本公主就不信一只小杂主 丹数造语比他还高 诸葛与司机此处 右臂已服 三颗士魂独丹 自谭云三人鼻尖下方凭空消失 紧接着 三颗绿色丹药便悬浮于三人鼻尖之下 极品灵丹 祝荣丹 谭云口吻确定 此言一出 杜林阴水灵身形又是一颤 清晰可见二人额头上 已经浸出了细腻的汗水 这可是冷汗啊 谭云犹如一座无形大山 无情而沉重地压在二人胸口之上 谭云抢答正确 皇府圣宗再得十分 诸葛与面色铁青 席位上的乳烟无极也好不到哪去 此刻慕容失失 正凝视着谭云颈部的伤疤 内心泛起了惊涛海浪 他才败如内门不足三年 他的丹术怎么可能如此精湛 莫非 莫非他是外门弟子时 就已经会丹术了 还有他的伤疤下 到底有没有一颗黑痣 慕容失失暗存之际 诸葛与已经开始了接下来的考核 再随后片刻功夫 在场两百多万人 下之弟子上至长老宗主公主 皆深深地体会到何谓汉人心魄 因为直到诸葛与将三十道考核抢答题出完 谭云以接连抢答准确二十八道得到二百八十分 他用适时举动 让杜林殷水灵两大天才中的天才 狠狠被他踩在了脚底下 杜林五官扭曲 浑身被汗水浸透 殷水灵则焦躯发展 面容苍白毫无血色 他直觉毛骨悚然 谭云带给他的压力 犹如地狱中死亡的召唤 他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 他本以为 向自己的年龄成为高阶大丹师者 放眼整个天罚大陆也找不出千人 但是从谭云强大的过程他能断定 谭云的单道造诣要远远超过自己